Hello Happy Sunday 今天現在是早上 所以我沒有點音時間 然後就要跟我寫錄影 啊不能玩是不是 因為你的頭髮一直擋到媽媽呀 那這個話題這個就是影片標題啦 我不想教出一個聽話的小孩 因為我這整理的費非常多 所以我可能很多時間會在看我的小抄 這個影片呢 我覺得他應該是 Brain of Baby這本書 他有講出了三個點 第一是非常具體的就是 你在講電話的時候 你會因為有孩子在旁邊鬧 所以才想趕快掛電話嗎 那第二就是 孩子的需求越來越難滿足 永遠滿足不了 三就是你拒絕孩子的需求 欸你可不可以不要講話 媽媽要講話 你可以移動好不好 但是不要講話 OK 然後第三呢就是孩子的需求 你拒絕的話呢 他就會失控大哭或者是很鬧 那如果有看過我之前講 Brain of Baby這本書的話呢 這本書呢 他不在於一些很physical的方法 他而是一種觀念 觀念呢他慢慢變成一種價值觀 他會讓別人進而內化到我們的行為裡面 非常會聽很多Youtube讓我聽到一個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 聽父母話的最後呢他習慣了這件事情 就變成說這件事情是我父母做的決定 那那都是別人的責任 那慢慢長大之後呢 那他也會都讓別人來做決定 那讓別人做決定的時候呢 他就會習慣性的一發生事情就會怪在別人的身上 不管這件事情跟別人到底有沒有關係 他們會願對父母說 我今天這樣子都是父母的錯 因為都是父母幫我做的決定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呢 應該是要教孩子怎麼讓他對他自己的人生負責 讓他學會為自己的人生做點決定 那這種決定像是從小可能選說 他要吃什麼樣的早餐 他要穿什麼樣的衣服 他要穿什麼鞋子 我就會有種感覺就是 孩子長大之後 孩子想要回家 其實有一部分是父母的責任 能夠讓孩子在家庭裡面 能夠自由是在做自己 因為可能在社會上 我們很多時候不能做自己嘛 在家裡他就可以舒舒服服的 像這樣子 好的例子 然後再來就是 父母要活得很快樂啦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父母要活得快樂 作者有說 他在美國很常看到一些 就是在人行道一些很脾氣很虐的孩子 但是他在法國的時候 法國父母都不用管孩子 他們也不用擔心他們的孩子 會跑到那個車道上面 那作者發現呢 法國家長往往說的不是不要吵 而是一句等一下 並且語氣要非常堅定跟溫柔 那他說啦 在美國會有種感覺就是 小朋友越難越控制自己 像大人就沒有辦法好好講話啦 所以孩子如果具備等待的能力 會讓家庭變得更加的和諧 那他也說啦 他的法國朋友帶他的小朋友的話 他們小朋友都可以跟大人自在快樂的享受晚餐 那他也說到了 這樣子並不代表說法國的小朋友不快樂喔 或者是很嚴謹 像是不能開心或是不能發出抱怨 因為家長法國家長認為 孩子必須要學會自治 他才能感覺到真正的自在 那在法國有一個詞叫做sage 我不知道正確的發音 但是他是sage 他的意思跟乖非常的相似 但是內涵更加的多 那他的內涵就是要冷靜 並且有智慧 那作者也分享到 他的女兒到別人家做客的時候 他就會跟他女兒說要乖 那他了解這個字的含義之後呢 他就會覺得 他好像把他女兒當成一個野生動物 他要馴服了大概五分鐘之後呢 他的野性就馬上就會再跑出來這樣子 所以他就說他慢慢的覺得說叫小孩要乖啊 好像就是我們就認為他的天性就是不乖 所以如果叫孩子sage冷靜 並且有智慧的話 一直希望是他表現得乖一點 不過除此之外呢 他是運用他自己的判斷力 意識到尊重看其他人的存在 而並不是以自我為中心 那叫小朋友sage冷靜 並且有智慧呢 也是在暗示他自己是個有智慧的一個個體 一個存在 能夠理解自己所在的環境 可以控制自己 用這個詞呢 代表的是家長信任他的孩子 那如果叫孩子需要冷靜啊 就是也不是說他們不快樂或者是怎麼樣 那作者提到他所認識的法國小孩在daycare都非常的開心啊 那他們在daycare還是或者下課時間 他們還是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但是他們知道在什麼樣的場合做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認為孩子必須要有耐心才能夠享受這些事情 那孩子要活的快樂呢 就不能焦躁吵鬧 必須學會自治冷靜 並且專注於當下 那培養等待呢 就等於培養出面對挫折的本事 他們不認為自己想要什麼就可以立刻得到 那要怎麼樣讓孩子知道 他不能想要什麼而馬上得到呢 這就是我整理的第二點 培養延遲滿足 那他說有關延遲滿足呢 就是培養等待的意志力 那培養等待的意志力呢 不代表說無欲無求 我可以就這樣子等待下去 他是降低等待帶來的折磨 也就是說讓他去轉移注意力 那怎麼樣讓小孩學會轉移注意力呢 你不用教但是你要創造讓他等待的場合跟機會就可以了 那這其中非常重要一點就是大人要記得孩子有非常好的認知能力 尤其是他們現在在成長他們大腦在極速的發展當中 他們的認知能力我們常常都會忽略掉 那作者就有提到有一次他就是跟他跟他的老公跟孩子呢 就一起去朋友家做客 那他的朋友呢有個三歲的女兒跟一個幾個月大的孩子 那他去了他就看到說他的朋友的老公在用電腦做工事 那他的小嬰兒那位小孩呢就在自己睡覺 然後他三歲大的女兒呢就在做杯子蛋糕 那他就在跟他的朋友一起聊天 那作者就提到他在跟女主人聊天的時候呢 他的女主人的女兒呢就問說 欸媽媽我可以吃裡面的麵糊嗎 那女主人說不可以可是你可以吃一點巧克力 然後他就把麵糊倒到杯子蛋糕 然後就吃一點點巧克力而已 那他的作者說了他們有年紀相符的女兒 他從來沒有想過他的女兒可以做動作如此複雜的事情 他說如果這發生在他家的話 他一定在要從旁指導 然後阻止他女兒會隨時吃下面糊 因為裡面有生蛋嘛 其實對小孩非常的不好 那他可能就會變得很焦躁很歇事底里 那更別說他可以安心專心的跟朋友聊天了 他的友人呢他也分享了 他說他不期望他的女兒有超人的耐心 他也明白有時候會拿不該拿的東西或是犯一些小錯誤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不對這些舉動有些過度的反應 他了解讓女兒學習考點心跟等待都是培養一種技能的學習過程而已 那在他們聊天的過程中呢如果他女兒想要插嘴呢 那作者的友人就會很溫柔的很堅定的跟他女兒說 等一下冒冒在跟朋友說話 並且感覺無比的自信 就像他知道他女兒一定會聽話一樣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 其實我覺得我很常一些時候跟Mira講話的時候 其實我內心好像不相信他可以去做得到 你知道就像現在他可能還是會發出一些聲音 然後尋求關注 但是現在無論他做不做得到 他現在才一歲半嘛 我都相信他可以做到 然後讓我自己信心更加的疊加起來 那他也說他在女兒很小的時候開始培養耐心 就像我前幾支影片說到的 在睡覺的時候培養耐心 然後以用吃飯的時候培養耐心 也可以去我之前錄的影片看一下喔 下一點就是讓孩子學習獨處 那家長要非常的認知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說讓孩子學會自己玩 他自己獨處的時候也能夠開開心心的 如此一來呢你在講電話的時候呢 他也能自己開心的獨玩囉 那這個能力要怎麼發展呢 就是如果你無意間看到你的孩子 非常專心的在玩一些東西的時候呢 不要去打擾他 所以觀察孩子的節奏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也是讓他自己讀完的實踐法則中最重要的一點 當然我們現在Mira才一歲半 所以我們還在努力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爸爸也是會擔心他自己讀完的時候 可能會受傷啊或者什麼的 那他現在有時候如果情緒比較穩定的時候 他比較可以自己獨處 那像今天的話 我有覺得他比較黏 就是會比較想要抱 因為他平常都不太想要我抱 如果認識我們朋友應該知道他非常黏爸爸 所以我覺得是要觀察孩子的狀態 那重點就是不要勉強他 千萬不要勉強他說 他現在很年齡 然後他就說你去玩你去玩你去玩 而是讓他自然而然的發聲 讓他在其中找到樂趣之後 讓他自主的去享受自己的時光 那再來下一點就是如何培養耐心 那美國作者在法國生活嘛 所以他就有分享一些法國人怎麼培養孩子耐心 那其中一點就是烘焙 他說在每個週末他們可能最少會烘焙一次 那孩子他們就學習怎麼把蛋啊 麵糊啊整個就是可能那個量的多少 放到container裡面 然後再做成杯子蛋糕 再來呢他們通常都是早上或是中午在baking的 所以他們的點心時間是在下午4點半左右 他的孩子在早上跟中午baking完之後 必須要等到4點半他才能夠吃這個點心 那在這樣的文化裡面 他們就是可能也就非常習慣了 要有耐心 那最重要的一點呢 他們並不會因為孩子失控 就隨時就給孩子點心 其實這件事情我一開始也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 我們剛開始來Vancouver的時候 因為他坐在嬰兒座椅上面 那他就非常的鬧 他可能就是長大了你知道嗎 他就開始有想要跟不想要 他非常的鬧 然後我發現我每次給他餅乾 他就會非常的安靜 然後到後來我看到這本書上面說 不可以這樣子之後呢 他不能想要什麼就得到什麼 然後也不能以這樣子的方式讓他去不要哭 我就開始就是CUT斷了我這個超級超級的壞習慣 而是轉而去看他的 是不是嬰兒座椅的角度不舒服 是不是因為他太熱 因為嬰兒座椅它的質料關係 然後嬰兒被包在裡面 他們會覺得比較熱 所以角度不舒服 然後在每次要上車之前 我就一直跟他講說 我們要坐車子喔 我們要坐車子 這是你自己的座位 然後做了很多努力之後呢 他現在坐位子就是比較穩定了 當然他不想坐的時候不想出門 他現在就是有這種想法 然後他還是會有點鬧 但是從此之後他哭了 我從來就不會再用點心去讓他不要哭了 然後再來呢 他們小孩的三餐跟點心呢 就是非常固定的時間 在這些時間以外 他們就不能吃任何的東西 所以這個唯一的點心時間的地位 就跟三餐一樣重要 他們必須要等到點心時間才可以吃點心 那他們一天就是只能吃一次點心嘛 所以他們三餐可以這樣乖乖吃飯呢 也是因為他們真的餓了 他們不能隨時隨地都可以吃到東西 如果�에서放棄ивать 不正常 既然又回家 就是雷尼尼尼尼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